WOW 實在是太神奇了吧 本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 不要只看到一半就去UP&DOWN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坤 好久不見 前幾個禮拜我在網路上看到了兩個非常有趣的影片 看完影片之後我就覺得 WOW 實在是太神奇了吧 所以我覺得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怕等一下影片還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把他的標題和大概內容講給大家聽 OK 那麼第一個影片是東森新聞 他在Facebook上面分享 他的標題寫 懶人運動 一日120秒 一週腰尾就可以減4公分 OK 他在Facebook上面分享 那他下面就還有很多留言 他就寫說 WOW 真的有效耶 然後或者是他tag誰 WOW 好像可以試試看 然後又tag誰說 欸 快點做 真的有效耶 還有一個tag別人說 我覺得我要把我的內臟歸位 那等一下來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他要說內臟歸位 好 OK 那麼這是第一個影片 接下來第二個影片呢 是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 這個影片還有將近 這個影片有將近快要100萬的點閱率 這個Youtube標題寫 超有效 每天做這個動作7天 腰尾瘦7公分 臀尾瘦2公分 OK 那這是某個電視節目的Youtube 他有快100萬的點閱率 其實這兩個影片還在講說是同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他的名字叫 日本秘傳阿平道運動 那看完這個影片呢我就覺得 WOW 實在是太神奇了吧 他每天只要花兩分鐘 然後只要做一個禮拜 他的腰尾就可以瘦4公分 還是瘦7公分的 那我平常練得那麼辛苦 不就跟白癡一樣嗎 所以我上個禮拜 決定我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來實驗看看 每天花兩分鐘做這個運動 是不是真的可以讓我的腰尾瘦 瘦4公分還是瘦7公分的 對 我真的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每天做 做了7天 那待會呢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做的第一天 我有量我的腰尾 然後我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up and down的運動 他是說要怎麼做的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吧 OK 那我現在影片看到的呢 是我在做up and down運動之前 先量一下自己的腰尾 那因為影片對不到腳 所以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那時候量出來我的腰尾是87公分 那麼這個up and down的運動呢 它就是分成兩個部分 up跟down 那up的部分呢就是像畫面中這樣 兩隻手向上延伸 然後墊起腳尖 然後到最高點之後再慢慢放下 這樣就算一次 那總共做五次 就完成up的部分 那倒呢會有點像是深蹲的動作 但是他說手要摸在大臀上 然後也是做五下 那第五下的時候呢 要注意就是要在下面再抖五下 這樣就完成整個up and down的運動 啊 這裡的教練都怪怪的 就是要對著 有一個筋動作 尤其是要對著 或是要對著 你把褲子的筋動作 需要幫助 回正常的位置 因此腰围就会缩小落 真是太神奇了捷克 请原谅我少拍了一天 但我真的有好好做完七天 虽然这不是重点 对对对 我就这样 做了这个up and down的运动 做了一个礼拜 而且你们有看到 我在做up and down的时候 旁边的人看我的表情吗 呃 这里的教练都怪怪的 对对对 超级丢脸的 但是我还是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把它做完了 那你们觉得这个up and down的运动 有没有效呢 那我在做了第一天 量的时候腰围是87公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第七天 我们量出来的腰围是几公分吧 OK 各位 现在是9月20了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七天的两分钟运动 到底有没有让我们的腰围瘦7公分 嗯 OK所以我们第二天量出来的腰围呢 是88公分 那其实跟我们第一天量出来的87公分 其实可能扣掉一些误差值 我的腰围根本就没有变化 所以我要宣告今天的实验 失败 其实今天这个实验从还没开始 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个实验的结果了吧 它就是一个注定失败的实验 嗯 其实大家用正常的逻辑思考去想 你每天只要花两分钟的运动 然后其他什么事都不用做改变 你的腰围就可以瘦7公分4公分的 当然不可能啊 你怎么可能 这么简单 甚至它里面还提到说 诶 你的内上可以归尾 你就这样每天拉两下 你的内上就会归尾 器官就会回到正常的位置 你就有可能嘛 就这样拉两下 这样你平常动的时候都要小心 不然一不小心 你的肛门就拉到你的嘴巴了 我刚刚在剪影片的时候才发现 那时候录影录到一般相机没电 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通常这些标榜快速瘦身 懒人瘦身法的运动 它的运动强度都很低 可能一天都只需要两三分钟 然后都是几个很简单的动作 那这些懒人瘦身法的运动强度 你可能去外面跑步跑个十分钟 都比这些运动的运动强度还要高 那运动强度这么低的训练 根本就不可能给你的身体带来任何的好处 更不要说 它可以为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改变 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选择去相信 这些懒人瘦身法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懒啊 那些想要瘦的人 他们懒惰 他们不想要放弃那些鸡排 饮料还是甜点人 那他们又不想要去运动去训练 他们可能会觉得很辛苦 可是他们又想要有好看的体态 有健康的身体 所以他们就选择去相信那些懒人瘦身法 但是那些懒人瘦身法 根本就不可能为你的身体带来任何的改变 带来任何的好处 如果那些东西真的那么有效 那你在路上觉得看不到胖子啊 所以最后我帮大家做个总结 假如你也是正在为如何减肥烦恼的人的话 其实你只要做好两件事情就好了 第一件事情 檢视自己的饮食状态 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现在吃的东西 是不是吃的太多了 或者是吃的太油 吃的太甜 那第二点 就是开始去运动吧 不管你是要去健身房 或是不去健身房都可以 至少开始运动 你可以去慢走啊 你可以去游泳 或者是去健身房 那当然最好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去健身房重训 因为重训是一个最有效率 然后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运动 OK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呢 之后如果再看到 网路上有一些奇怪的准肥方法 或者是产品 不要再去相信那些东西 开始运动 然后解释你的饮食状态 才是最正确 最有效的方法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然后不要再去看那些奇怪的减肥方法 还有产品了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超肥 蛤?你正常 我 我